我們來看看24題 這個題目是說 這個有一個小球 質量M 這裡有一個繩子把它旋著 就是把它拉住 這裡又一個繩子把它拉住 這個都是通過圓心的 通過球心的 這是打直的 這樣子 然後突然把這個V繩剪斷 然後他問什麼呢 問說瞬間 小球的加速度是多少 好 那把它剪斷以後的話 這個小球處於什麼狀態 這個小球是處於兩粒不平衡 這個有張力 TA 那個重力 這是Mz 好 那現在呢 他問了這個小球的加速度 好 那小球的加速度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兩粒不平衡的話 這個呢 我把力量分解在切線 跟那個法線方向 這個法線方向 這兩個力會底下 重力呢 在法線方向分力跟張力會底下 那為什麼會底下呢 因為 因為我把它分解在法線方向 依照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法線方向的這個力是 TA 解釋 解釋 Mz cos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呢 跟這個角度是一樣的 Mz cos 本來要等 Mz Mz 相親交換度 本來應該要等於Mz ac 那這個 ac等多少呢 相應交換度 事實上是等於 R分之V分 但現在這裡瞬間 喔 速度等於0 所以這一項就等於0 所以 TA會跟 Mz cos 三一七來消掉 消掉的話 剩下什麼呢 剩下這個重力 在什麼 在這個 這個方向 我們叫切線 事實上它沒有動 不過下一刻它就開始動了 開始動以後 這個方向切線 所以現在的話呢 他所說的合力 是只有沿著切線方向有 有分力 有合力 好 所以呢 你把這個 TA 加上那個 Mz 好 這合力嘛 剩下多少呢 剩下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的 這個方向的那個分力 就等於呢 Mz 多少呢 三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叫做 三 三 它是沿著的切線方向 我叫T 好 這個呢 就是F等Mz 這F等Mz 不是 這個是合力 剛剛講錯了 這個等到來 這是合力 合力 它會等Mz Mz Mz 這樣子 這個呢 就是它最後的加速度 那A我就可以算出來 M可以消掉 所以A的話呢 就等於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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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單位下面 有個Z Z Z Sine Sine 有個單位下面 方向是往這邊 所以它加速度的大小 A 是等於Z Sine Sine 這個就是答案 是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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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